生烟在我们福建叫醉 今天做的醉皮皮虾是酸甜带点微辣的口感 做这个我们会喜欢再放点紫菜增加它的鲜甜 做任何的生烟海鲜一定要选择活的 把它清洗干净 再剪去没有肉的尾巴跟两边的尖刺 这样吃起来不会渣嘴巴 也比较容易入味 再把它剪成小段 吃起来一口一个 来上一点高度白酒跟一点盐巴 消毒的同时也会有一点底味 翻拌均匀腌制一会 准备多一点的蒜末 少来一点姜末 再切上一些小米辣 柠檬需要把它的纸去掉 不然它会有点苦 用凉白开把紫菜清洗干净 挤干水分 料汁糖醋的比例是1比1 生抽可以适当多一点 芥末按照个人口味放 所有的配料我都打在屏幕上 今天做的是泰式口味的 我还放了泰式甜辣酱 把它们搅拌均匀 腌好了虾菇要把它底下的水倒掉 再把调好的料汁倒到虾菇里面 柠檬片跟香菜也放进来 觉得不够酸又挤了一些柠檬汁 把它们翻拌均匀 可以多翻拌一会 口味不重的就可以直接吃 喜欢入味一点呢 就放冰箱冷藏一两个小时再吃 把紫菜铺在盘底 然后把虾菇倒在面上 稍微整理一下就可以上桌啦 鲜味十足又酸甜微辣 非常的开胃下饭 喜欢我的家常菜就关注我吧